市長昨天董台銘他說不需要進議會監督 然後另外有說到高層要設現場 但他事後道歉你怎麼看他的懲罰 以民為天為政者接受民意的監督 這是一個民主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也常常到議會來跟議員報告 也讓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夠知道我們市政的過程 市長昨天郭台銘說不考慮紅郭台銘怎麼看 這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都要給予尊重 市長當然因為這個民調顯示說來銀支持有百分之五十一希望您選總統 所以代表說市長還是來銀的共舉嗎 然後另外在全體互比的部分和郭台銘一樣 那是不是在中間選民之類部分市長要再多做努力 民調都是一個參考 最主要的還是自己的態度 如何結合不管你我主旗 甚至跟任何政黨大家一起合作 能夠創造國家的繁榮安定永續才是我們的目標 市長怎麼看郭董說在高雄設置核能站您對核四重啟的想法有沒有改變 其實我以前已經跟大家報告過了 一切核安核廟要做好處理 我們才能夠來考慮我們要不要有核電的這個問題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 這是我以前從頭到尾給大家做一個報告的 院長之前說核廟要遞到一起解決 那現在您有機會找徒大衛 未來到底要怎麼解決核廟的問題 所以要面對核廟要做好 妥適的處理 尤其核廟是不是要永遠儲存在新北市 在人口籌密的地方 我們必須都要好好去面對 尤其核安的問題才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核廟要核安都是大家要一起共同面對 尤其是來到並下的內部 尤其是批評 尤其是別人會有個籌保的 尤其是拿著 尤其就拿著 頂貸水 尤其中來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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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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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这个词询里说我讲到说这个飞水理论啊 那好像也不是原创那是参考谁的主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正视中华民国的成长 也要迎接我们台湾内部的共识力量 让大家很清楚 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 就像杯子跟雪姨一号 覆潮之下如婉婉 就像我前段时间常常在说的 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 台湾是我的家 我们都是这个土地的成长 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这个土地的成長的过程 我们认真打招 够台湾 够中华民国 会让国际社会 看见中华民国 看见台湾 坚定自信的走向国际 但这样的论述也被认为说 很像韓国瑜之前的大海漱口北论 然后另外这个论述其实一开始 但也是联合的副董事长王妍提出来的 我很清楚的 从以前我到现在 就一直强调 中华民国 是我们的国家台湾 是我们的处理 这是我永远不变的方向 尤其 我在服务公职的时间里面 我永远效忠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 我爱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人 保卫国家 守护台湾 人民的安全跟生命 是我这一生 不变的初心 不过学者认为说 这还是没有触碰到两岸两个新问题 这方面会不会再寄过这个 我相信两岸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要维持 台海的武定 以及七一的和平 因为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台海的安全问题 是因为 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分子 我们不要婚离跟我们 要团结在一起 不要团结 面对轨捷的国际情势 让台湾能够稳定下来 让中华民国能够永续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市长所以你承认九二共事吗 五月二十号就會正到最强人选 然后说你是目前党内名票最高的人 黨有党的规划 跟它的步驟 我们要给予尊重 市长所以你承认九二共事吗 兩岸之间一定要在 平等尊严友善底下 大家好好的务实交流 市长他未及 市长民进党规划说 如果您代职卿审 要请韩国瑜的模式罢免 您哪里体棺的 我會在任何一個地方 我都努力的會讓新北市有長足的進步 我們規劃的2030的新宴檢 這是我們新北市要更有效力 更能夠發揮更大的力量 讓新北市有長足的進步 這也是我應該要努力做的事 會請假參選 市長也要怎麼批免自己被拓上韓國瑜2.0的標籤 謝謝